哈囉 大家好 我是教練 Erika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的是 保加利亞分腿蹲 也就是後腳抬高蹲 那我們就開始吧 保加利亞分腿蹲能夠訓練到我們的 臀大肌 虎四頭肌 腿後腿 以及核心肌群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訓練呢 原因是因為能夠讓久坐的人的 寬屈肌能夠得到比較好的伸展 再來幫助足弓塌陷的學生 能夠比較簡單建立他們的足弓 然後相對於深蹲的話 保加利亞分腿蹲這個動作 能夠讓我們的脊椎的壓迫比較少 所以保加利亞分腿蹲 可以說是蠻好的單腳訓練 做保加利亞分腿蹲之前 可以先去找一個 比你膝蓋低一點點高度的平面 然後將你的一隻腳 抬到那個平面上面 在這個動作下你的膝蓋 和你的腳尖要朝著地面 然後你的骨盆要轉正 那佔據方面的話就是 以前腳蹲下去的時候 能夠維持90度為準 當我們的預備動作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往下蹲 然後再站起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的腳掌 腳趾頭都要抓穩地板 然後你的膝蓋與你的腳尖要成一直線 核心要繃緊 然後維持你的脊椎中力 做保加利亞分腿蹲 常見的問題有六個 第一個問題 腳掌不夠穩地 所以腳趾頭沒有辦法抓穩地板 所以會有點是會這樣跑起來 第二個問題是膝蓋內夾 所謂的膝蓋內夾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蹲跟站起來的時候 膝蓋會往內側跑 就是有點像內巴的樣子 這樣會導致你的足弓插線 然後除此之外 長期下來的話 對於你的膝蓋壓迫也會很大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盡量讓你的膝蓋跟你的腳尖 是成一致的方向 第三個問題是骨盆前傾 就是我們在做預備動作跟做的過程當中 你的脊柱都要保持中力 然後來做這個動作 這樣子才不會讓你的脊椎跟腰椎壓迫太大 第四個長期的情況 骨盆旋轉 骨盆旋轉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的後腳抬高之後 你的骨盆會朝向你的後腳那個方向旋轉 而不是保持朝著正前方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有負重的話 腰椎又做旋轉 其實會對於你的脊椎 會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的是 將我們的骨盆轉正 朝向前方 來做這個動作 第五個問題是 佔據太寬 佔據太寬 佔據太寬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前腳跟後腳兩個分得太開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後腳的前側被拉得很緊很長 然後再來 如果前腳跟後腳站太寬的話 會影響我們的肩卡關節 會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況 第六個常見問題是 駝背 當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如果你有負重的話 然後你要駝背 其實對於我們的脊椎壓迫 會造成蠻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盡量讓你的核心 繃緊身體打直 來做這個訓練 如果你在做保加利亞分腿蹲負重的時候 覺得身體不夠穩定的話 那我可以先利用我們的槓鈴做一個輔助 所以你可以扶著槓鈴 然後來做這個動作 扶著槓鈴做這個動作 能夠讓你的身體比較穩定 然後也可以讓你矯正骨盆旋轉的問題 如果還是身體不夠穩定的話 可以先用這個方式來做做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保加利亞分腿蹲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還想看更多臣部訓練的影片 請到這邊來觀看影片 還有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訂閱開啟小鈴鐺